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如果使用空调的话 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的化学物质 对温室效应和空气环境的污染带来很严重的破坏 长期处于空调下还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 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是具备着一定的调节能力的 如果长期吹空调的话 这项能力肯定会有所影响 身体素质就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差 所以瑞士也被誉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禁止安装空调的国家 瑞士的夏天不像我们国家一样热 普遍在27摄氏度左右 即使很热 他们国家也禁止安装空调 所以他们都是吹风扇和自然通风 正因为如此 这个国家的空气质量也是排名世界前列 在瑞士境内有很多的天然湖水都可以直接饮用 苍领食而知礼节 瑞士人能够这么重视环保和他们高度发达的经济之间 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